上帝应许,只要我们亲近祂, 祂就必亲近我们。 圣经讲过一个故事, 有位父亲渴望和任性的儿子重聚, 后来儿子终于回家, 父亲喜悦无比。 这个感人的故事表明, 上帝非常渴望我们来亲近祂。 等我们来亲近上帝了, 祂必会亲近我们。 祂必会亲近我们。 欢迎通过卫星转播观看的朋友, 无论你在哪里, 在家里, 或是在教会, 无论在哪里, 欢迎大家, 感谢你们的参与。 今晚是第五港, 本次粉兴会系列一共有十港, 如果接下来的正道, 好像前四港一样精彩, 今晚我们将再次得到极大的熟灵的福为, 阿门。 我们有一千多个正式登记的会场, 当然其中大多数是教会, 有些教会很认真地把握这一次粉兴的机会, 他们将信徒分成几个小组, 同心合意为粉兴和改革逼切地祈祷。 我相信上帝也愿意借着祂的教会成就特别的使命, 但祂在等待我们千悲己心, 以便能被圣灵充满, 有能力从事祂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昨晚杜甲牧师谈到尽情享用生命的粮, 亦就是生命之道, 圣经。 我们发现得饱足的关键, 就是每日乃至每时每刻都省察自己, 并用从圣经中找到的熟灵的真理充满内心。 今晚杜甲牧师正读的题目是 《心坑获救》。 让我们再次唱起主题曲, 主呀,粉兴我, 为今晚的真理预备心田。 大家请起立, 请若翰和海利领唱这首动听的歌曲, 主呀,粉兴我。 《心坑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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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我们 我们热爱你 也由衷地感谢你的慈爱与作为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 非常感谢若汉海利和温迪 感谢各位来到 《抑斯堡》现场 上帝祝福你们 也都欢迎所有收看节目的朋友 无论在教会或是家庭聚会 很多人发来邮件 或正在通过互联网收看 特殊世界各地 都有人参加本次的讲座 真是令人振奋 奋卿会的目的是 可能你第一次打开这个频道 本期奋卿会是基于 雅各书四章八节的一则应许 很简单 你们亲近上帝 上帝就必亲近你们 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个人 都愿意更加亲近上帝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一场战斗 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 不断地令我们远离上帝 令我们的视线转离祂 令我们的信仰退步 所以必须抵挡这样的攻击 才可以亲近上帝 经里面说 只要你们亲近上帝的主 如何应许 我就便会亲近你们 回想一下 有谁小时候玩过吸铁石 用两块磁铁 他们互相吸引 用其中一块 不断接近另外一块 越来越近 最终他们会突然吸在一起 耶稣说 我若被举起 就要吸引万人 仰望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的基督 祂的爱会发出引力 引我们爱祂 引祂先爱了我们 祂的爱吸引了我们 本次奋卿会的目的 就是要引人更加亲近上帝 大家通过学习 是否感受到 圣灵在你生命中做工呢 默想主的时间 有没有增加到呢 这是奋卿的目的 让我们可以体验 起初的爱心所带来的复兴 这里有一些观众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 以前可能听过的了 丈夫和妻子 在天国还是夫妻吗 问得多好 其实耶稣说得很清楚 嗯 在天国人不娶也不嫁 而是像天使一样 这里基督说不再有嫁娶 显然不会再有新的婚姻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亚当同侠说到天国 是不是必须离婚呢 别忘了 我们的始祖是一夫一妻来的 杀到个人故意问耶稣 一个妇人 依次嫁了给七兄弟 去到天国应该嫁给谁 耶稣说最后他们也嫁给天上的上帝 相信我 天国绝对不会令人失望 每次听到这个问题 我都在想 提问的人是担心不可以保持婚姻 还是怕再入围城 所以不确定他们是由哪个角度问的 我相信 按照上帝最初所定的 一夫一妻制结陷 而且没有离婚 或者是再分经历的人 去到天国 上帝不会令他们分开的 但是天国不再需要生儿育女 因为新天新地 已经遍满得熟的人 上帝对此早说什么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地上将会充满得熟的人 所以到天国不再生儿育女 但不是说 相亲相爱的人 到天国就不可以在一起 对吗 不用担心 只要去到那里 肯定会幸福的阿门 如果我错了 我一定会去天国道歉 看怕我要说很多 对不起 好 下一个问题 是关于祷告和认罪的 怎么可能记起 自己犯过的所有过错 并藉着祷告向上帝认罪呢 问得好 你不可能什么都记得 有谁什么事都记得 不会 一讲认罪人 通常会误入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 认罪过于简单 敷衍了事 有些人竟然相信 这样一种观点 只要在主前 覆述同样的道词 三十秒就可以得永生 我毫不怀疑 接受耶稣 可以是个很简单的决定 但是不要误会 但是信仰转变 包括认罪和悔改 这点非常清楚 认罪应当是一项 深入彻底地开狠荒地的工作 也就是说 要来到主前承认你的罪 你可能不记得清 每一条具体的罪 但是至少最低限度 你要按类别认罪 记不记得 那个税吏来到主面前 扔着胸口说 上帝呀 开瘾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税说 这个人回家去 就算回家去 就算回家去 很简单的认罪讨告 我是个罪人 但是圣经中 也有一些 更具体的认罪的例子 大为悔罪的讨告 诗篇不试一篇通篇 都认罪和悔改 哪些罪需要当众承认 哪些罪只需要向上帝承认 首先 隐蔽的罪要私下承认 公开的罪就要当众承认 如果你做了某一件事 令到主蒙羞 而且已经广为人知 这样就应该在教堂的 见证会上面站起身 说我要在弟兄姊妹面前承认 我曾经有过一些不当的行为 我们现在正在这儿见证 今晚是善恶之争 所以对众所周知的罪 就要当众承认 你说大家都知道了 上帝当然也都知道 不是吗 但是还是要当众承认罪 我重重地踩到他的脚 他肯定知道 但是他希望我说对不起 是不是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 公开的错行就要公开承认 公开承认 隐秘的罪要特别谨慎 因为人往往喜欢传播留言 那些罪要私下向上帝承认 圣经从来未提 向神父或牧师懒悔以求赦免 下一个问题 杜甲牧师 她叫梅根 是一位十一岁的女孩 她的问题是 上帝在第四日才做了光 既然第四日才做太阳 第一日的光从何而来呢 又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反驳进化轮的 有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 经过漫长的时期 那上帝在第三日所做的植物 如何传活呢 第四日才做太阳 如果一日远不止二十四小时的 记住 圣经上面说 上帝就是光 在他号 无黑暗 他是光 上帝是爱 上帝是光 当上帝戳到这片混沌虚空之地 开始创造已先 他本身就是光 经上面说 新耶路撒冷 不需要人造光 因为主就是圣城里面的光源 光照天地 上帝的临格就是光 比阳光更加明亮 上帝来到太空的这个角落 他令到地球旋转 说要有光 我估计他是按照地球的朝向 区别就同夜 到第四日 他令到太阳系里面其他星体显然 日月星辰 眼睛可以看到的天体 或者也可能是整个银河系 好 下一个问题 改革在粉兴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两者必须有先后之分 好 提到改革这个词 我们不单止只聚在一起听道 而是生活中要发生切实的变化 这是在粉兴的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事 如果参加了某一期粉兴会 但是你的生活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那你并没有粉兴 参加了粉兴会 却没有做出任何的挣扎 没有经历任何痛苦 那也不可能 特身生 真正的奋兴必定会包括 黑己 认罪 同主和解 也同人和解 这个必然是奋兴的一部分 耶稣说 若希望天父遥书你们 你们亚当彼此遥书 这些是切实的改变 可能有些人需要 戒烟 戒酒 戒毒品 离弃扰乱他们生活的种种恶杂 这些麻烦都要弃住 这些才是改革真正的意义 先前不重视崇拜聚会 不忠心支持圣公的人 现在他们也有了改变 这些都是改革的内容 学习圣经有什么好方法呢? 问得很好 这个问题正好 和昨晚提到的个人灵修有关 不妨试试几步 马丁路德华首先就好像摘苹果 如果想摘了树上的苹果 就要仿动一棵树 然后仿动四围的枝干 然后仿小树枝最后检查每个末端 要先读经 我刚开始读经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可以由创世纪和步伐出埃及记开始 认为圣经中很多地方 都是以这个开篇的 前两卷作为背景 要追踪索缘 然后再到新约圣经的四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和若翰 四福音可以帮你 由多个角度纵观基督的生平 用一只眼看事物 只可以看到某一个方面 两只眼就会更加深刻 四福音所提供的 不单只是两三个人的见证 而是四个 让你由多个角度和围度 深入认识耶稣服侍的一生 试图行传中补充了很多试图的时迹 接着下来是保罗书信 想研究预言 可以分主题 找几本不错的预言类参考书 例如 但以利和启示录 还有史提芬、哈塞尔、犹来亚史密斯的书 都会有助于理解预言 所以可以这样入手 按照喂养婴儿的步骤 可以消化多少就读多少 再循序渐进 我很喜欢圣经当中的故事 你呢? 你们喜不喜? 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全部是一些神奇而真实的历史 有时候读教牧师 一讲到学习圣经 我们往往追求读经的速度 只有20分钟就想读完两章 其实读经的时候 更应该关注的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要找一些 当日就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真理 上帝会带领的 下面的问题 是关于上帝神圣的理解 既然经常说 只有一位上帝 如何理解三一真神 不要被一这个字迷惑了 按照希伯来人的思维 一并不是总是代表数量 耶稣求天父 使门徒合一 并非令他们融合成一个新人 而是指同心同意 丈夫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什么 一体 摩世在生命记录章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说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他其实在这里说 上帝的意念合一 而教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神 不同的神同神彼此争斗 摩世在这里解释 我们的上帝缘为恩 意念一字 圣父圣子圣灵 起初创造的时候 上帝说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 很多次都是福数 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父上帝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圣子上帝在水里面 圣灵上帝如甲子降下 我们受洗就是奉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圣经清楚地说明上帝 三个位格存在 圣经中没有出现过恩典时期结束这种说法 宽容意味着剩余的时间 有限 是在这里告诉大家 要做好预备 学校的宽容期就是留校刹汗 我小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样的时期 通常是惹了麻烦之后 但是仍然被找他留在课室 明白吗 我们都被判了死刑 不是吗 都麻烦前身 但是我们还在生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宽容的预备期十分短暂 洪水之前 上帝告诉罗瓦 将会有洪水灭世 大家知道会有洪水 罗瓦存了120年 主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宽容的恩典时期也是同样的道理 留给世界的恩典时期一旦结束 生命仍然会继续 但是不会再增添新得救的人 就像当初罗瓦和家人进了方舟 大雨七天之后才从天而降 而今的恩典时期还未结束 当某一日恩门关闭之后 西人仍然会短暂地存活 亦正是七灾倾降之时 好的 今天的答案时间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的提问 我们要继续 其实有一条主线贯穿着 本期奋卿会的每一场正道 就是用不同的圣经故事 来善命救赎的计划 我们真正要谈的有三样 来奏耶稣 在耶稣女 为她走出去就是读经 祷告和作见证 在回幕中 我们知道会幕的第一间被称为圣所 内有三个物件 分别描述了基督徒的生活 金钱的生活 里面有金灯台 光要照在人前 你们是世上的光 有陈切饼 是说你需要读经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靠上帝的话 此外圣所里面还有香坛 代表祷告的生活 这些是旷野生存的法宝 今次奋卿会结束之后 我会祷告 希望大家的个人灵修生活 能够得到奋卿 就是这三件事 阅读圣经 祷告 分享并且实践你的信仰 尤其是有人这样跟我说 人的身体会有切实的需要 如果不吃东西的 会营养不良 甚至无命 无力征占 如果不呼吸 根本没多久的命 如果不运动 看看这个世界 效果不言致命 狗座的生活令我们也弱不耕风 人的身体自有定律 忽视定律就会自食其果 属灵的身体也是这样 要吃生命的粮 圣经 要以祷告为呼吸 还要粗练信心 去运用 去分享 这样做就会成长 嬴儿会不会担心成长呢 她才不会 她们由父母接受 食物 营养 时不时洗凉 做一下运动 自然而言 只要呼吸 就会成长 有时嬴儿 会在遥南中 猝死 遥南死 嬴儿 猝死 终合症 突然停止呼吸 嬴儿 基督徒 也可能会遇到 这三样 至关紧要的 绝对是基督徒 生命中 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都有读经 今天读了没有 阿门 好 赞美主 一起打开圣经 今晚主题是 心坑获救 研究上帝的话语之前 请再次跟我一起讨告 慈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 感谢你 令到圣经中的真理 可以在这里得以宣告 不单止在这里 还通过媒体和网络 传向世界 原听众可以感受到 你话语的大能 而灰改己深 将生命归向耶稣 令我们不单得奋兴 亦要改革 请在正道时与我同在 令我想起你曾经的启示 甚至新的真理 奉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记得 是1967年 二十岁的大学生 巴巴拉奸默哈比绑架 绑匪将他装进的箱里 埋在一个 不是那么深的坟墓里 他无法翻身 身边有些水 和一台小风扇 将他 扔在那里很多天 幸好他最后都是获救 绑匪落亡 令人惊讶的是 绑匪后来获释出用 还成了医生 我曾经想象过 被困在箱里面会有多恐怖 电池没有电了 没有灯光 电线不再转 热到令人窒息 我关注这件事 是因为女孩子的父母 和我爸爸住得不是很远 在埋亚迷海滩 所以记得很清楚 他父母付了50万美元的赎金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换回女儿条命 女孩子就这样 留在那个箱里面 灯光漸漸熄灭 黑暗笼罩 这个情形 无意于被活埋 可不可以想象 如果箱里面的人是你 身陷险境 你会多么希望 爸爸可以快点给赎金 又如果你是那位父亲 你会多么迫切地不计代价 只希望女儿可以平安地回来 女儿一心想见到父亲 父亲一心想熟回的女儿 但是恶魔黄在中间 这个正如救赎计划 上帝极其渴望救你 不惜任何代价 他已经付了最高的赎金 但愿你知道自己真实的处境 你要走出的箱 由坑里面出来 圣经中讲到失丧 经常用来对比的情形 就是被困在泥坑 很多个故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先讲一下耶利米的故事 请大家翻开圣经耶利米书第38章 或者应该由第三或者第四节开始 先了解一下故事的背景 当时巴比伦大军围困了耶路撒冷 耶利米对王说 只要出去投降必得存活 上次我们讲过 投降就得着生命 反抗等于死亡 但是王没有听从先知的劝告 反而采纳了神宰和首领的建议 耶利米站在各个街道上宣扬这些预言 他说我们投降就可以有命 否则全城都会被烧毁 大家死定了 王即刻就到 指尼布格尼撒王 圣经说 这个世界将要被火焚烧 你我若想活命 投降是唯一的出路 审判将临到世界 有些首领说 你们看看 这些神宰对西底家王说 耶利米在削弱士气 我们只要再等一等 就可以彻底扭转局势 先杀了耶利米 耶利米是先知 所以王不想杀他 双方各退一步 就将耶利米下在监里面 他们说将他扔进坑里面 慢慢等死 王不需要动手 耶利米不单只是被关进监牢 那里还有水窖 显然还要好心 但是没有水 因为城市被困 水组又用完了 水窖里面 剩下的全部都是淤泥 他们就将老先知 继入这个深坑了 都是读了 前面是故事背景 我们等圣经亲自讲解 第六字 他们就拿着耶利米 下在哈米勒的儿子 马基雅的盧肉里 那盧肉在护卫兵的远中 他们用城市将耶利米继下去 坑太深要用城市 否则人会被 衰死 盧肉里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好了 想象一下这幅画面 城市被围困 人人机场碌碌 当时囚犯的火石 也不太好 就算在太平盛世 但是耶利米现在呢 不单止在监狱 不单止在地牢 他在淤泥里面 在水窖 在地牢 还有什么指望呢 没有东西喝 淤泥不可以喝 如果不是会没命的 也没有东西吃 他在劫难逃 多么悲惨 可能他试着想爬出来 坑里面到处都是淤泥 他周身都是淤泥 这次真是绝望的深渊 他根本就无力自救 除非有人在外面 在上面出手 你有没有试过 从坑里面爬出去 跟大家分享一种理论 我叫他做道格论 都不算是理论 人被做的时候 全部都有成忍的本性 认真听 我认为 人被做的时候 本应该对上帝成忍 人注定会有成忍的倾向 当然成忍不是一个报以词 我是说人一旦对什么成忍 就会被什么控制 成了心之所系 不由自主感 招思慕想 所有安排都以忍为前提 譬如喝酒成忍 我父亲一世都为酒所困 去吃饭或者做任何事 都先问有没有酒 不管去哪里住哪里 都看看有没有酒吧 走控制住他的思想 有人呢 吃烟 蛇想知道何时才可以吃下一支 有人的人可能是食物 他会把朱古力藏在这里 藏在那里 承影的事物可能多种多样 有人扣物成忍 半价钱要先知道 镇上面有没有大商场 否则不搬 说衙门吧 上帝创造我们 成为迷恋他 热爱他的人 你的忍就是你所热爱的 生命中不可缺少的 人远离上帝之后 内心会很空虚 于是我们企图用其他事物 弥补这一片空虚 除非你的忍是基督 否则就要好地想一下 我究竟迷恋什么 总会有所迷恋 有人来到教会说 我什么忍都没有 可能他真的不吃烟 不喝酒 不吸毒 不淫乱 不扣物 但是他是工作狂 好像这些是社会接受的 正常的忍 只要人生不被基督充满 并且管理 就要想想你的忍是什么 因为我们全部都对罪成忍 我应该说一下 匿名戒酒舍的事 他们帮助人成功戒酒的方法 全部源自于圣经 苏联解体之前 全社会聚走成风 政府唯有想办法去解决福特加 我和海伦在那里看到他们用拖车拉走 一拖车的福特加 车上有一个大圆筒 刚刚拉到镇上 就被大家一抢而空 有些国家领导人就被 匿名戒酒舍的领袖打电话 请来帮我们的国民戒酒 因为聚走已经成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导致了很多抑郁症和自杀 戒酒舍说 诺依效劳 他们到了之后 领导才发现这一套计划 要人信靠上帝的力量 与他们的信仰有冲突 领导说要将这部分内容删除 戒酒舍说 那我们唯有回去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不信靠上帝的力量 他们无法帮人戒酒 不借助外力 你也无法在坑里爬出来 我们都陷在罪恶的心坑里面 圣经上说 幸运的是 耶利米获得了帮助 他们将耶利米计下去 牢肉里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圣经里面 有很多经文都提到了这种拯救 诗篇四十篇二字 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盘石上 使我脚步稳当 其实在以色列人心里面 当年他们由埃及围奴之地被救出来之前 是埃及的阵主要做什么呢 做尊 知不知道怎么做尊 埃及人叫他们在泥坑里面 祸泥 用力挡脚做苦工 见过制图气没有 用力挡脚 打 把气泡都逼出来 以色列人就在泥坑里面 用脚来祸泥 用力踩 然后再把泥混上去做砖 泥里面是混着草的 要用力踩将它们搅在一起 法老让做砖却会有足量的草 魔鬼就希望我们去做没有足够草的砖 希伯来人一想到全身陷泥坑 就是这种被奴役下的失丧 他们蒙救摆脱奴役 有一首歌 有人在江河中 有人在洪水中 有人在... 记错了 是烈火 但是都被补血浸透 可不可以明白 其中还有一句 在深陷的淤泥中 德蒙拯救 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泥坑 有没有人在泥里面走过 湿的 我画过泥 这是最细手的工作之一 几周前我用画掘机想画口泥 我刚刚想起 当时橙斗一画下去 就细在里面出不了泥 每次想将它倒出来 它就... 然后你就要出力 那我说出力这样拍 就是出不了来 很心急 最后我唯有用的铁铲 还差点弄傷了腰 有没有谁以前画过淤泥呢? 实在是太难了 如果被困在... 黑暗的... 臭坑里面 关耶利米的地牢 比下水道不好得很多 回来我们的故事 它需要也得够了 在皇宫的太监 古实人 以百米能 它也是犹大皇宫中的侍从 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肉 那时黄座在汴雅闻门口 以百米勒就从皇宫里出来对皇树 主啊!我的皇啊! 这些人向先知 它可是先知 耶利米一味地行恶 将它下在牢肉中 它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 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 黄就吩咐古实人以百米勒说 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 趁着先知 耶利米未死以前 将它从牢肉中提上来 于是以百米勒 带领这些人 必须让皇的围兵做这件事 耶稣也会带众天使降临 以百米勒带人 进入皇宫 到库房以下 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用城址脱下牢肉去 到耶利米那里 坑太深 碰不到耶利米必须要用繩 古实人以百米勒对耶利米说 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放在城址上 碰你的格子 它已经饿到瘦骨铃迅 谁见过从集中营中被救出来的人 是什么样子 有多么潮水 现在是饥荒时期 将碎布和烂衣垫在翼下 防止被省割伤 就这样将耶利米拉出了深坑 他们用城址将耶利米从牢肉里拉上来 注意这里 接下来说 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直到尼布格尼撒尼救了他 拒绝投降的人都被杀死了 耶利米得救了 有趣的是 圣经记载 约身也曾经被扔进坑里面 他本来想去看 哥哥是否平安 但是就被扔进坑里面 坑里面没有水 没有饮食 没有任何活物 最后 哥哥把约身拉上来 当奴隶卖了 所以 当他 在重坑里面被救出来之后 就成了奴隶 接着我的思路 但以你被扔进 狮子坑 坑里面的味道 肯定都不会碰 可能我太敏感了 去串门见到人家 养了一群猫 我也受不了 想想狮子坑里面是什么味道 里面没有恒温助便器 恐怕是 臭气昏天的坑 他有命翻出来 但仍然留在巴比伦 为什么说这样呢 即使耶稣已经救我们 脱离罪的深坑 我们也仍要在世上 直等到君王归来 最终 他们都从坑里面出来 入了皇宫 耶利米最后 入了皇宫 约身呢 最后也入了皇宫 但以你也入了皇宫 这就是救赎计划 主张我们在坑里面 救上来 带我们去他的皇宫 当然 坑里面有很多种圣经中 共广道的三大类罪恶 有时有人提出彩票的问题 圣经并没有特别说到 赌博是罪 但是的的确确 是有三类罪 耶稣在三个方面 受试探都得盛了 正是这三类 若汉一书二章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罪的表现形式 可能有多种多样 记得 我住在山洞的时候 如果有幻灯片 放照片就好了 但是今天没有大 我当时住的合谷 非常偏僻其躯 住在山上的时候 我参加过几次营救 有人死了 逃步者迷路之后 死于恶劣的天气 49度高温 最热的季智 宗里传上人迹刊字 何况还有取命的毒蛇 蝎子和险进的懸崖峭壁 山径狹窄 深冤万丈 有一个地方 我们称为三池水 在托吾芝合谷 第二谷和第三谷之间 游客上沿溪而下 但是不知顺着小溪 根本是不能到合谷的 因为溪水把石头磨得特别光滑 但是这里风景很别致 非常平滑迷人的美景 人听到水声向下滑到这里的时候 溪水令到脚下的花光岩布满了青苔 他们到了第一池 在这里可以看到下一个瀑布 于是继续前进 要向下进入第二池就有点难度 但是被往上走回去容易 于是最后他们滑入了第三池 才发现面前是两百英尺高的瀑布 很多人就被困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被灼热致死 在冬天那里的水是雪水 冰凉刺骨可以冻死人 被困在三池水的这些坑中 人无法自己逃生 除非用直升机来营救 我曾经参议过几次这样的营救 对了 猜猜我今天做什么来 我开直升机去了一趟俄克拉河马 接受一个电视采访 多谢丹尼斯帮我和约翰大路 很有意思的 我不是飞行员 但是今天是 感觉真的很好 在三池水 不用直升机就无法救人 要用繩将他们拉上来 要派救援队出手营救 同样的道理罪都有三个领域 我们需要外界的援助 耶利米埃哥三章五十二字 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 像追着了一样 他们使我的命在坑中断绝 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 种水流过我头 我说我命断绝了 耶和华 我从心坑中求告你的命 这样就好像人的失丧 我们需要来自上帝的帮助 有些人陷入了欲望的心坑 罗斯木斯今晚没有问那个问题 有人写信说 杜格帝兄 你说了不少电视的问题 说说互联网 事实上 我对于所有的通讯媒体 看法都一样 他们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互联网 也有些像分别善与恶的那棵树 它是一种难以自信的强大工具 人留在家里面 就可以迅速搜索到 天南地北的海量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 有好有坏 这些指尖下得到的 隐蔽的所有知识 不单只是文字 也有图片 都可能成为很多人的陷阱 大家都知道 年轻的男女之中 很多人沉迷于 那些不道德的画面 沉迷于情欲和色情 就在网上 有时候是网络聊天 很多婚姻破裂 是因为 他们不跟自己的配偶 好好沟通 但是宁愿跟网络那边的陌生人 搞点浪漫 当然他们看不到你的真面目 是不是 这些人幻想着 快点看看他写给我的情书 多么紧张我 多么温柔体贴 我要离开家 离开爱人 有些人迷恋于色情网站 有些是网络图片 有些是网络文字 罪恶泛滥 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 有趣的美好的事物 我找到很多圣经和言经的网站 可以在网上下载免费圣经 很多历史和百科传说 这些很好 网络就像善恶树 但是我要说 和沉迷于电视的问题一样 如果你真的无法自拔 还不如画对眼出来 斩下手和脚 真的不可以自控 就清理出去 阿门 还有有用的东西 就算你赚得全世界 但是赔了圣明 有什么益处 如果真的控制不了 就把他掃地出门 我知道这样 听起来 可能有些不切实际 似乎太过极端 斩手挖眼 也太过残酷 记得 有一次 我住了入 教会工人的宿舍 没有问是哪里 那里 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但是原来的住户 在搬走之前 留下了很多吃的东西 于是这个地方 就老鼠成灾了 我好像放了三四个暴鼠夹 几分钟之后 在另一间房间 就可以听到暴鼠夹 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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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桶里放了果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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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闻到了果胶的香味 我就看着他们 左闻右闻 看着觉得桶好像有点太深 但是香味难以抵抗 于是一只脚就下去先 干脆跳吧 豁出去吧 进去之后 他们开始 舔手脚上面的尾石 就开始吃大餐 但是陷在远远的果胶里面 很难向外跳 他们出不了来 对于某些人来说 色情和淫欲 也是如此 他们觉得 我只要得到立刻的满足 但是没有意识到 真言如何描述 暖冒淫苦的 就如在怀里猜火 在火炭上走脚 岂能不躺 有因必有果 魔鬼总是令你以为 即时的享乐和满足高过一切 绝对不是这样 甚至有人幼稚地想 我宁愿今生享乐 都不要以后的永恒 经里面说 上帝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而且毫无罪孽 只要信靠并且等候 有人陷入了贪婪的心坑 提摩太前书六章八字 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之中 但是那些想要发达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 和很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女 叫人尋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有 来了真道 用许多仇苦 把自己刺头了 债务也是仇苦的一种 注意那些想发财的人 跌倒了 跌了去哪里 跌了入坑里 不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贪财 负债的人也会贪财 有人负债就是因为 深陷贪婪之坑 物质主义 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时代 好像今天那样 商品琳琅满目 想买什么有什么 没有 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时代 好像今天那样 人们拥有如此便捷的 商品广告信息 没有 史无前例 历经六百代人 这是个概数 总之大概 大概有六千多年 有没有哪个时代 好像今天那样 物质主义成了天经地义 大家宁愿举债以得到 眼前的满足 你可以随时随地 只要用鼠标点几下 就可以在网上淘宝 还有电视购物 还有信箱里面 泛滥的广告 买买买 疯狂地买 买了它 你会更加美 大家会更加喜欢你 你会更加满足 有更长久的快乐 这类信息 就夜不停轰炸 帮我们洗脑 人成了地道的物质主义 按照今天世界的这种标准来说 美国和西方国家 都是富有的 真是这样? 请讲阿门 应该去看看印度 看看非洲某些地区 那里的人真是一无所有 然而在美国的很多地方 就连接受社会援助的家庭 都有三台电视 请恕我坦率直言 耶稣说 贪财 对不起 耶稣说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尽上帝的角环容易 但是我们全部都想成为特例 我们根深蒂固地认为 拥有越多的财富就越幸福 这是仿然 很多人有很多部豪车 衣柜里面全部都是名牌 尽显生活的车子 但是并不快乐 快乐并不是来自于物贩 可能你会在瞬间 暂时满足了你的兴趣 好奇心 卖到新的商品 穿上新衣服 男人会买些小的电子设备 但是很快便会厌倦 不再新鲜 还要再买 你的满足永无止境 很多人跌入这个心客 贪恋钱财 钱本身不是罪 大家都知道 有钱可以成就很多善举 问题是贪爱钱财 会带给人错觉 以为只有钱可以令人满足 亦都有人陷入了华尔伦的心坑 他们就是不信 尤其是在这样的奋卿会 很有必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有信心 必须有信 被绑架的巴巴拉 选默哈 他一定相信 父亲找不到自己 就绝对不会安心 你亦都要有信心 要相信天上的上帝 希望救你脱离心坑 还记得先祖雅各在蒙中 看到的那个通天的梯麦 上面有上帝的使者想去下来 这堂梯就是耶稣 他就是我们所处的心坑之中 那条通天的桥梁 我听过一个故事 关于报道士坎贝尔摩根 他正在狠劝一名抗公 接受耶稣的救恩 抗公说得救也太简单了吧 简直是廉价 我只要信便可以 怎可能呢 单单因为我信 并且接受上帝 他就愿意赦免我 我什么都不用做 摩根知道他是矿工 就问你今天如何由矿井里面出来 他说有矿井电梯 摩根再问你搭电梯要花多少钱 矿工说不用钱 那这个电梯一定不值钱 矿工说装这部电梯花了很多钱 摩根说就是这样 你免费使用 但是人家支付了昂贵的成本 旷工仿然大悟 上帝爱世人 所以他提供了脱离深坑的电梯 但是我们要走进去 这就令我联想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要离开深坑 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任务 当然有 做基督徒需要付出努力 当然 如果有人说不用 那就在骗你 耕耘才会有收和 圣经中经常出现一些词 譬如说是 角力 奔跑 争战 战斗 赛跑 做一个基督徒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得胜 你完全可以得胜 但是要得胜 一定要经过争战 耶利米必须如何做才可以出来 200米勒碎了一条绳 他一定要将一条绳绑在身上 对吗? 耶稣为你提供了救恩 这是一份礼物 但是你一定要伸手去拿着 圣经中有个故事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当扮演的角色 耶稣吩咐门徒滑船过海 但是途中他们遭遇了凶猛的暴风 可能他们在祷告求助 翻腾的巨浪中主两次搭救了他们 这是门徒努力摇劳 耶稣由水面走过去的那次 另一次是耶稣在船上睡觉 门徒揭力令船不偏离航线 经上说他们画了大概五十六佛龙 然后被困在湖中央 画了十多公里 他们在加利利湖中心 在黑暗中与风浪搏 但靠门徒自己 永远都到不了主指定的对岸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由水面上向他们走过来 他们接耶稣上船之后 就即时到了目的地 主行了神迹 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改变了他素尝的论述风格 当门徒迎接耶稣上船的时候 船在湖中央 基督什么时候上船呢 门徒要老的时候 上帝会为你行神迹 但前提是 你要按他所赐给你的 才干尽力而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很多人仍在坑里面 他们呼求上帝 刺下施救的承索 主已经随了条绳下来 你要伸手捉住救恩 这样需要付出努力 有些像故事里面的一只青蛙 一天他不注意 结果跌入坑里面 省好心 青蛙一边呱呱大叫 一边不停地跳 怎么也跳不到出来 没多久一只海龟 刚好经过 听到了叫声 他和青蛙是朋友 海龟探新闻青蛙 他说这是真事 说笑而已 海龟问你做什么 青蛙说你看不到吗 我跌进去出不来 那我如何帮你好 好 你去拿一只棍棍之类的东西 我可以顺着爬上去 好 我马上回来 海龟的速度不是太快 大概三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回来了 还未到坑里 看到青蛙 在荷叶上面唱着歌仔晒太阳 兄弟 你是不是在这儿和我玩 不是说跳不到上来 我木棍也拿来了 青蛙说 本来是跳不到出来的 但是有一条蛇进来 我一定要出来 各位朋友 大家都笑了 但是的确 很多人试图摆脱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说我就是戒不掉戒不掉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爷爷 他一直吃好彩排香烟 不知吃了多少年 就是戒不掉 有谁还记得好彩排香烟 这些烟很短的 就像批量生产的钉棺材的钉 我也试过一次 爺爺去医院做一个小的腹腔手术 病房里面还有其他床位 隔壁床住着的病友 因为患喉癌 所以整个切除了喉头 我爷爷看到这个人吃烟 是由喉咙的一个孔吸进去 再由这个孔飘出来 就由那天开始 我爷爷奇迹地戒了烟 他戒烟的时候 大概是五十岁左右 一直有九十三岁 他就是因为蛇爬进坑里面 才有动力跳出来 有些人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是万性自杀 罪绝对不单止是伤害人 我们不明白罪的危害有多大 一边说我知道不好 我会戒 但是从来不积极行动 魔鬼只想削弱我们悔罪的心 上帝不得不以激进的方式引人警醒 令到蛇爬入坑 生死关头我们才能奋力跳出来 有些人没有严肃地对待 罪走的问题 直到在监狱醒过来才知道杀了人 有些人没有严肃地对待 淫乱的问题 直到对方说 够了 我们离婚 有时需要危机才能引人警醒 然后才有积极的动力 否则仍然引力了基督 不可以做什么 但是靠着基督凡事都能 即是说他会赐给你能力 譬如主吩咐你滑船去对岸 你可能觉得到一半再也滑不动了 主就会上船 明白了吗 你要先尽力而为 他赐给你的能力是超乎想象的 你的本分是揭尽全力 如果你的忍是购物的 求上帝令你得胜 先撕断信用卡拉阿门 物质主义 如果贪食成忍的 问题是贪食和烟忍不同 难度更大 腌纸要剪掉 以后不要再吃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怎么也要吃东西 还不可以过量 那就真的很难了 但是我可以做多少 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 无论是什么坑 他都可以救你 既然提到了青蛙 我来读一首小诗 听说有两只青蛙 跌入一罐奶油 奶油又凉又深 那罐又滑又抖 第一只青蛙呱呱叫 完喽完喽不够了 再见我的朋友 再见残酷的生活 他在泪水中被淹没 另一只青蛙不停游啊游 他拆了面上和眼里的奶油 即使再犧牲我一个 也不能挽回什么 我还是能游多狗游多狗 一个小时两小时 他毫不抱怨 不停地努力 不停地游 终于跳出黄游得自由 我喜欢这个结尾 有人跌入抑鬱的心坑 这个问题很严肃 坑和坑之间 有时环环相扣 抑鬱有时是因为陷在其他心坑 又看不到得性的希望 与毒品抗争的人 往往同时要与抑鬱症抗争 饮食失调的人 往往也在与抑鬱症抗争 不管你 陷在哪个坑里面 屡次尝试想爬出来 但屡次失败 很容易灰心而抑鬱 你不肯背离上帝 堅持在信仰的生活中 锻炼自己 去教会做应该做的事 但心里还是清楚自己 还在坑里面 陷在冤泥中 无力跳出果架 于是你觉得自己 可能是全世界最可悲的人 明明知道何为善 但怎样都行不出来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呢 要救我怎样 离开深刻 接下来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 如何总结 感谢上帝 大家一起读 找到罗马书八章 靠着耶稣基督 罗马书八章 前面几字 保罗说的是同样的 令人沮丧的经历 明明知善而行不出 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定 就不定罪了 因为不随从欲体 只随从圣灵 回来看七章二十五字 不在底这句 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以内心信服上帝的律 我欲体却信服罪的律了 即是说 你可能被救出了深坑 但仍然在监牢中 今生今世 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试探 但罪 注意这是很大的神学争议 保罗说成为基督徒之后 罪必不再作你们的主 他还说 不要容罪在你们的身上作王 不该再有任何成忍行为 更可能有争战 领悟幸福上面说 人品的表现 不在乎偶然做一件好事 或者是恶事 而在乎平日语言行动习惯的倾向 你如果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会救你出来深坑的 阿门 并不是只是帮你减少犯罪的数量 这不是德性的全部含义 他会赐你力量 赐胜走人 赐你力量赐胜燕 赐你力量 赐你力量不在购物 或者疯狂工作 不管是什么人 接下来会如何 有很多见证 主持的喜乐代替了嘴唆 轮到深坑 明天要讲若拿书一章 现在看第二章 对不起 明天就要讲回去 讲到在深坑里面 我想再也没有人 比若拿层处的坑更加深了 是谁的错 若拿自己 我们跌入坑里面 是因为自己没有注意 没有注视耶稣 想像一下 在海洋的最深处 某个大海怪的消化器官里面 有人说是一条大鱼 有人说是瓊鱼 专家还未比出结论 不管是什么海怪 我相信这件事是真事 若拿就留在这东西的肚里面 有一次我想 既然若拿可以在鱼肚里面 生存一段时间 或者其他被吞下肚的动物 也还未死 那你可以想像 想像在里面就像地狱的画面 想像在鱼肚里面那些 立刺刺的消化营 若拿在里面 很可能会有呼吸困难 皮肤可能 也可能会被烧伤 一片七下 还时不时露出发光的章鱼之旅 它会闪下闪下的 就好像恐怖片的情形 海胆和吉人的水母 还有那些在他周围 渔动的细条状的生物 在最深的深坑 圣经说 若拿在坑里面祷告 谁敢说自己祷告的距离太远 主听不到 可不可以远得过若拿 那是人类可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可能在陆地上面 躲在哪里主都可以知道 但是他有没有深海定位移 主知不知道我的位置 若拿书二章六字 听下他的祷告 我下到山根 山脚下 先知若拿描述的是 海底深处的群山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耶和华我的上帝 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 这是他获救之前的祷告 他信靠上帝 上帝有没有救他 如果你喜欢打倒 当然我不贊成 你想他有多少分生还的可能 可不可以看到少少希望 有没有下过这样的定论 我百分之一百 不可能走出这段低谷 千万不要低估上帝的大能 以及他渴望拯救你的热情 在上帝凡事都能 既然他可以搭救药室 和若拿 但以利在狮子坑存活的机率有多大 国王一早来到坑边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他叫但以利 以为不会有回应 以前从来都没有幸存者 在上帝凡事都能 在上帝凡事都能 阿门 既然上帝可以拯救若拿 耶利米约失和旦以利 难道不可以救你吗 说到深坑 也有个好消息 将来撒旦会被扔入坑里面 读过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 在甄言二十六章二十七字 挖含坑的自己必吊在其中 魔鬼要跌入他为世人所挖掘的深坑里面 但以利获救之后 谁被扔入狮子坑? 那些陷害但以利的人 他出来 恶人进去被撕碎 耶利米的故事也是一样 尼保甲尼撒来到之后 耶利米获救并被提升 王亦都供给他食物 但是那些陷害他的人全素被杀 所以小心点 如果你想祷告令到别人遭殃 有可能会自挖坟墓 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这个撒旦将来的下场 启示录二十章一节二节 我见一位天使拿着什么? 锁匙无底坑的 幸好但以利耶利米 和我们跌入的坑都有底 魔鬼跌入永远都出不来的坑 要将他捆绑一千年 有没有人记得 那是在1987年10月的 德克萨斯州奥德萨斯 一个一岁半的 小孩子杰西卡 他在院里面玩 发现一口沸井 可能没有井盖 井口大概是四十厘米闊 小孩子头向下跌进去 他的妈妈 方方张张四围找 要找到 最后找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 隔离轮舍的小孩子发现 杰西卡的头卡在井里面 非常深 然后很快 谁还记得这件事 当然也记得 就在我们这里 时间不久 地方媒体就开始关注 接触不到小孩子 大家将话筒摄像机 钓到小孩子的位置 结果发现 女孩子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再顺着沿路上来 很快 国家新闻也开始报导 救援人员 开始在这口井旁边 平衡位置另打一口井 全世界都在关注 今次的救援行动 只是一个十八个月的幼儿 大家都在关心谈论 全国人民每天都焦急地关注着进展 大家看着电视 镜头随时记录着忙碌的施救现场 就是为了这个小孩子 世界各地战争从未间团 很多人都面临死亡 还有很多人饥寒交壁 但只是一个还未死的小孩子 独自困在井里面望艳舞座 但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全世界都在这里参与 大家都在想 如何救这些小孩子 大家开始举办讨告会 全国的专家都被混合在一起 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 放个话筒下去 跟小孩子聊天 在井里面放音乐 输送暖气 因为下面很冷 下降几英尺 气温可能会低于10度 一切就是为了救一个小孩子 最后大家在旁边又打了一口井 有人落去 然后落到和女孩平衡的位置 把他抱出来 女孩自今过得很好 我想大概应该是20岁左右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必须要有人下去救他 不可以只是好像 救耶利米这样放条绳下去 必须有人由另外一口井下去 把他救上来 因为他无力自救 你不可以放条绳下去 对着一岁半的小孩说 把这条绳绑在身上 全国人民都如此同情 这个被困的小孩 上帝有没有停止过 关心你呢 我想问大家 父母的爱 可不可以超过上帝对你的爱 不可以 杜甲牧师 你不知道我的过去 你根本不知道 我曾经多少次 自己跳进坑里面 上帝看怕早就懒得再救我了 有一次有个游客来到 一个海边的游村 有个游夫坐在那里钓鱼 游客看了码头的海水 就问 在这里跌下去会不会浸死 其实他是想问水有多深 游夫就觉得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傻 他说跌进去浸死 有时人一再跌进同一个坑里面 觉得上帝肯定已经懒得再救我了 我当遥书第兄几次 七十个七次 耶稣帮摩大拉的马利亚 赶出七个鬼 读读圣经的故事 便会发现我们经常犯同样的错误 大家不要灰心 生活就是战争 总会有各种争战 如果跌倒了的 马上爬起身 握住耶稣放下来的绳 如果根本没有希望的 耶稣就不会负上如此的牺牲来答救你了 诶 我相信 此时此刻 聖灵正在很多人心中作供 如果你和世上大部分人没有两样的话 就肯定有自己的坎 有人说生活处处是沟沟坎坎 真是这样 今晚我可能没有特别提到 我本来想 但是没有来得及特别去说 你自己的心坎 但是你自己要清楚 我们是在与罪斗争 上帝希望救我们脱离罪 罪就好像牢獄 就好像心坎 没有外界的帮助 我们无法获救 但是你可以做的是 要拿着这条绳子 你亲近上帝 他必亲近你 现在请容许我 用更现实的例子解释一下 我知道在座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人会 譬如说 你正在为戒烟而挣扎 虽然警示与铺天盖地很普遍 总在提这件事 因为我自己挣扎过 知道有多难 尽管所有信息都说 美国烟草巨头也承认吸烟有害健康 我们非常关注 烟还在四围埋 是不是都是一种虚偽呢 每个烟盒上都印着吸烟有害 这些害处都清楚地印证在全社会的健康问题上 你如何亲近上帝 我知道一种五分钟戒烟计划 彻底摆脱烟草 这些是上帝救我的方式 不是说五日戒烟计划 或者自由呼吸法就没有效果 我相信那些戒烟法也颇有成效 但是你真的应该先试一下五分钟戒烟法 我在说戒烟 注意联系到你自己的肯明白 对什么都适用 我对某个人说 你相信上帝想令你戒烟吗 通常大家都很诚实 亦都很聪明 他们说相信 不可杀人 亦都包括不可以杀自己 是不是 你相信吗 下一个问题 上帝会帮你做 他乐意令你做的事吗 前面说过 基督黎是为了拯救我们 会的 我相信他当然会 难道上帝会要你做一件事 但是不肯帮你 不是 他一定会帮你的 朋友 有没有信心 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 亲近上帝 如何做到 我问他们 家里有没有烟 车里面 有 他们很紧张 谁说很容易 我说 好 现在 把烟放进垃圾桶 最好准备一个炭火炉 全部都消掉 如果是聚酒成瘾的 去卫生间 跪在马桶旁边 经常喝酒的人 应该比较熟悉这个动作 他呢 他把酒倒掉 奥陀佳 这个是好酒 很贵的好酒 酒没有好 有人家里有大麻 没有想到会说这个 或者毒品 也要去马桶 沖下去 我说过来 我妈妈是吸大麻 又有人我惹了麻烦 当时拿着一把潜水刀 跟人家打架 警察送我回家 我妈妈听到有人敲门 从门口一看是警察 他没有看到我在旁边 马上把所有的毒品 都丢进马桶 沖下去 警察进来把我交给他 他被我惹得瘋 不是因为我拿刀和人打架 是因为毒品都沖走 我觉得上帝很幽默 他在那里提醒我妈妈 所以你要亲近上帝 怎样亲近呢 埋出第一步 真正的一步 如果你真是想得胜 想脱离心坑 行动吧 扔了你手里的烟 但是要扔对地方 我戒了烟 把烟扔入垃圾桶 后来又去执回 要彻底消毁 不可以送给朋友 这样就变成帮胸 直接消毁 有人喜欢不良音乐 杜甲牧师不要说了 求求你吧 你应该用一个锤 打烂唱片 或者应该烧了某些DVD 谁有些人为影碟池带 要随仔帮手的 把这些都彻底解决 要扔掉它 冲掉它 毁灭它 我们的奋卿会 是否应该准备大垃圾桶 提供方便 算了 太令人难为情 然后会发生什么 你亲近上帝 他必亲近你 要接着祷告 主啊 我尽力了 现在请帮我 我在这儿行动 在这儿揭尽全力 我将他们扔掉 将他们冲掉 我想得到自由 你走向上帝 就是迎接上帝来亲近你 你从朱欄出发 踏上龟徒 主看到你的那一刻 便会走来拥抱你 并赐给你力量 有人告诉我 当他采取了那些步骤之后 不知不过 他说 主啊 感谢你给我自由 主拿走了那些欲望 不是经常这么快 我自己戒烟后还是很想吃 但是主令我得胜 后来也没再吃了 他会除去我们的欲望 你想不想得自由 你亲近上帝 他就必亲近你 是个地方 心里 有没有 有没有 尊 forever От凌争 尊敬 崩尚 天 天 尊敬 And from the heart of God Hold us to wait before Thee Near to the heart of God 如何知道耶稣有能力 并且愿意拯救你脱离深坑 因为祂降世 并且在喀西玛尼院里 祂亲自经历了一切 当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最后被安放于坟墓 耶稣经历了 你所经历的罪丹 祂并没有犯罪 没有误会 但人与上帝分离 在世上挣扎的种种绝望 祂体验了全世界的痛苦 因为祂顾念你 渴望拯救你出来深坑 就好像祂都跳入坑里面 只为可以把你救上来 难道你不相信祂想要救你吗 你亲近上帝 祂必亲近你 散会讨告之前 我想请场外和现场 欧斯堡的观众 不要担心身边的人如何 如果今晚圣灵向你开口 你意识到自己有某些方面 需要降伏于主 你想得自由 想亲近上帝 想抛弃恶杂 请在上帝面前举起手 主啊 请救我 天上的父 我们满怀感恩 耶稣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 只为请救我们 脱离可怕的罪恶心坑 你既然救了约室 但以来 耶利米 约拿 以及很多以色列的儿女 脱离淤泥的心坑 也必能救我们脱离罪 主啊 请请救我们 请与每位听众同在 分别帮助他们 只有大家脱离各自的罪 奋卿会才算真正实现奋卿 请赐他们得胜 在生命中得到你赐的力量 我们深信你必会帮助 因为耶稣为此而来 奉耶稣的名讨告 阿们